祝你平安 今天的圣言选之《若望福音》十七章一至十一节 圣言向我们呈现了一位举目向天祈祷的耶稣 在他的祈祷词中 深刻表达了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天父与我们的关系 耶稣与我们的关系 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 就是为了做天人之间的宗宝 对于天父 他的使命是光荣天父 并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 对于世人 耶稣是让人通过自己回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说 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 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地 一向谦卑的耶稣 却屡次在今天的福音中谈到光荣二字 这是耶稣在受难前的祈祷 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的自信和喜悦呢 那就是他和天父之间深深的连接 耶稣是这样说的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自己的一切完全融化在父内 也开放的 允许父的一切 也充满自己 这种合一的境界 是人生存于此事的终极目标 耶稣的所作所为 都是基于这一个夯实的根基 就是这样的耶稣 才能把他与父那份关系 显示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父 正如耶稣所说 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 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 圣奥斯定说 主啊 我的心除非安息在你内 永远也得不到安息 亲爱的朋友 您知道了吗 这才是人最深的安全感 耶稣的心是完全安放于天父内的 这一份安全感 从他出生到受难死亡 从未改变 耶稣将父交给他的人 完全交还给父 因为耶稣知道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父 耶稣这毫无保留地向父把双手捧上 这是极致神平的表现 这才是人最深的归属感 那是因为耶稣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父的 父的一切也都是自己的 只有在这份深深的归属感中 我们才可以坦荡荡地去做 在天父内父所希望的工程 达到最深的自我实现 我想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光荣的终极意义 在天父的旨意中达到最终的自我实现 朋友们 把心安息在父内 像耶稣一样 把父给的一切双手捧上 他会完成 他让你来到世上的终极目的 完成人生使命 有耶稣这样一位中宝 在父面前常常为我们祈祷 使我们如珍宝 即使我们想逃开天主 我们仍然在耶稣的手中 一直被交付着 奉献着 被珍惜着 因为耶稣已经把属于他的人 交还给父 怎会舍得丢掉一个呢 主耶稣 带我走永生之路吧 就是认识真天主 并认识父所爱情 祝福神 无认识 祝福神 그렇 救人 cs 故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emiumBeat.com